《创世记》 第21章 上主信手诺言 实现了及撒拉的应许 撒拉怀了孕 在亚伯拉罕老年的时候为他生下一个儿子 这事果然在上帝所说的哪个时间发生了 亚伯拉罕给他们的儿子起名叫以撒 以撒出生后第八天 亚伯拉罕遵照上帝的吩咐给他衡了国礼 以撒出生的时候 亚伯拉罕一百岁 撒拉宣称 上帝给我带来欢笑 凡事听到这事的 都要和我一起欢笑 有谁会预先对亚伯拉罕说 撒拉要暴育孩子呢 然而我却在亚伯拉罕连老的时候为他生了一个儿子 以撒长大到了要断奶的时候 亚伯拉罕预备了圣大的延殖庆祝 撒拉罕到以撒马里 亚伯拉罕和他的埃及士女下甲所生的儿子 取笑他的儿子以撒 就要求亚伯拉罕说 把那个女奴和他儿子赶走吧 他不能和我的儿子以撒分享产业 我绝不允许 这使亚伯拉罕非常烦恼 因为以实玛利也是他的儿子 但上帝告诉亚伯拉罕 不要为这孩子和女僕烦恼 要照着撒拉所说的去做 因为从以撒生的才算是你的后裔 但我也会使下甲的儿子的后裔成为一国 因为他也是你的儿子 第二天清早亚伯拉罕起来 准备好食物和一袋水 绑在下甲的肩上 就打发他和他们的儿子离去了 下甲在别士巴的旷野里 万无目的地流浪 水喝完了 下甲就把孩子放在灌木丛的阴下 自己走开 坐在他孩子大约一百米的地方 我不愿看着孩子死哦 下甲说着不禁放声大哭起来 上帝听见了孩子的哭声 上帝的天使就从天上呼叫下甲 下甲,你怎么了 不要害怕 孩子躺在哪里的时候 上帝听见了他的哭声 你过去安慰他吧 我必会使他的子孙成为一个大国 于是上帝开了下甲的眼睛 他便看见一口满了水的井 他就急望上前把水袋装满水 拿给孩子喝 上帝与那孩子同在 他在旷野中渐渐长大 成为一个射箭能手 他在巴兰的旷野中定居 他母亲安排他取了一个埃及地的女子 那时 亚比米勒和他军队的指挥官 飞角来探望亚巴拉罕 亚比米勒说 很明显 上帝与你同在 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帮助你 请你指着上帝的名向我发誓 你绝不会欺骗我 我的儿女和我的子孙后代 我一向对你忠诚 现在请你发誓 你也要对我和你寄居的这个国家忠诚 亚巴拉罕就说 好 我发誓 不久 亚比米勒的仆人 强行抢去亚比米勒的仆人的一口井 亚巴拉罕就向亚比米勒抱怨 亚比米勒回答说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此事 我不知道是谁降的 你以前也从未向我抱怨过此事 亚巴拉罕就送给亚比米勒一声牛羊 两人纳了约 亚巴拉罕又把七只小母羊羊分出来 亚比米勒问 你为什么把七只羊分出来呢 亚巴拉罕回答说 请你接受这七只羊羔 以表示你承认这口井是我画的 他称那地方为别是巴 意思是民势之井 因为那是他们二人起势的地方 在别是巴立约之后 亚比米勒和他军队的指挥官飞角 就回菲利士地去了 亚巴拉罕在别是巴栽了一伙红柳树 并在那里敬拜上主 永恒的上帝 亚巴拉罕在菲利士居住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是感谢的 感谢观看